女人拉着人头狗伸车 朝悬崖边走去 俯身在耳边说了句 随后一枪打穿了眼睛一怪了 这个女人是金子 她被人诬告诱拐虐杀儿童后入狱 当时新闻一出 举国上下都很震惊 大家都不愿相信 眼前这个年仅19岁 有着纯洁无辜面旁的女孩子 会是虐杀儿童的凶手 金子在众人面前掩饰自己的作案手法 在选择拿哪个抱枕的时候犹豫了 她望向人群中的男人 见她指了指手中的表戴 便拿起了棕色的抱枕压住人偶 做出凶狠的表情一个劲地往下压 这下子大家都认为她是凶手了 可是事情真有这么简单吗 一年前金子悟信了渣男 使自己年纪轻轻便有孩子 因为害怕被父母责备 她便联系了自己的老师 没想到这才是噩梦的开始 金子在老师的哄骗下 成为了杀死小男孩的帮凶 因为监控画面只拍到了 金子带着小孩去了游泳馆 老师把刚出生的孩子当作筹码 威胁金子替她顶罪 为了自己的女儿 金子被判罪入狱了 一开始在监狱里的金子 因为内疚赶整天抱头痛哭 突然有一天她像是受到了神的感召 多做好事来洗清自己身上的罪孽 监狱里什么脏活累活都抢着干 帮瘫痪的老奶奶擦身子 照顾生病地狱罢 甚至自愿捐胜给曾经欺负自己的大姐大 人美心善的美女谁会不喜欢 渐渐的 大家都称她为亲切的金子 因为在狱期间表现良好 金子被提前释放出来 牧师拿着豆腐在门外等她 不料却被反手打翻 众人惊恶的神情目送着金子离开 此时他们还不知道 金子筹划了13年的复仇计划终于要开始了 她找到当年被杀害的小男孩父母 当着他们的面切下了自己的手指 想要获得他们的原谅 父母们被眼前这阵仗搞懵了 连忙打电话将金子送上救护车 她来到一家修理店 店主大姐抱着她哭个不停 原来当年店主夫妇抢劫银行双双入狱 后面大姐因为肾衰竭晕倒 是金子捐肾才救了她 夫妇俩把金子当作救命恩人 自然也知晓她的复仇计划 金子拿出一本书 内夜拼凑起来竟是一把手枪的结构图 在狱中她任劳任怨照顾不能自理的老人 因而老人也知道金子的复仇计划 随手递给了她一本书 没想到书里暗含玄机 金子拜托大姐帮忙 把手枪打造出来 晚上回到家却发现牧师正在家门口等自己 看着眼前完全变样了的金子 牧师满眼的不敢相信 他不知道的是 眼前的金子已经开始黑化了 女人在院子里吃人肉 屋外的警察却如灵大敌 因为这些肉 正是从她丈夫身上割下来的 女人是狱中的恶霸 经常欺负打骂刚来的新人 而这一切都被金子看在眼里 但她还是细心照料生病的狱霸 每天贴心地给她喂饭 没想到狱霸突然间狂吐不止 原来小金悄悄在她的饭里混入了漂白剂 狱霸的死让饱受欺凌的人高兴不已 因而金子也成为大家喜欢的存在 大家都想帮亲切的金子复仇 但金子出狱后最想做的 还是找到自己的女儿 她来到福利院咨询工作人员 没想到却被拒绝 无奈她只能摸黑潜入办公室 翻看资料查找女儿的所在之处 小金风尘仆仆赶到澳洲 向女儿的养父母表示 自己别无所求 来到这里只是想见女儿一面 金子真挚诚恳的目光打动了他们 很快便向她分享孩子成长的趣事 奇怪的是 金子和女儿相处的意外和谐 女儿想要和她一起回韩国 不料却被金子严厉拒绝 没想到女儿也是不达目的不罢休 直接以死相逼 无奈之下 金子只好带着女儿一起回国复仇 此时金子也拿到了 之前拜托大姐打造的手枪 大姐告诉她必须要近距离射击 才能发挥出手枪最大的效果 金子一直在谋划着复仇的事 眼前的小美便是她的帮手 当年在狱中受到金子的照顾 而现在她的身份是金子仇人的妻子 俩人打算离应外合 一起把老师杀掉 没想到两人见面的场面 被牧师拍了下来 转眼就把她卖给了老师 晚上金子和女儿回家的时候 在路上看到两个人正在车里等她 金子拼命挣扎但还是被狠狠地摔在地上 她假意被要迷晕 趁着男人回头放松警惕之时 举起手枪一枪毙了她 然后步步逼近抱着女儿的绑匪 即便是在如此紧张的情况下 金子也没有忘记要靠近后再射击 她带着女儿来到小美家 用饭勺先翻了昏迷的老师 虽然小美被打得鼻青脸肿 但是老师也想不到 要早已下在了饭菜里 看着仇人就躺在自己眼前 金子拿起剪刀对着她的头发一顿乱剪 随后便把她绑到废弃的房间里 她让小美带着女儿离开 不想让她见到复仇场面的肮脏血腥 等到老师再次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被金子拿枪对着眼睛 被绑住的老师不停发出乌声 金子终于下定决心开枪的时候 突然兜里的手机响了 挂掉电话后金子发现吊坠很眼熟 最后的玻璃球是当年那个小孩子的 她突然意识到 会不会这一连串的吊坠 都是被她杀害的小孩子留下来的 这个幼儿园老师 实则是个变态杀人魔 她利用植物质便诱拐孩子 并向家长勒索赎金 等拿到钱后再将孩子们残忍杀害 而金子就是她的替罪羊 金子拿着手机走到她面前 没想到她还是一脸的无所谓地笑着 气得金子一把把她拽到地上 掐住她的脖子疯狂抽打着 翻转着进行全方面锤打 拿着签吹着她的脚一按 男人的惨叫响彻整个房间 金子和小美把屋子翻了个底朝天 发现桌子底下藏着一个个录像袋 打开一看 发现是之前被绑架的小孩子录像 金子把父母们召集到一起 看着电视里孩子的哭喊求饶 父母们都哭得撕心裂肺 有的家长被气得跌倒在地 拿着椅子疯狂锤打着桌子 听到凶手要赎金只是为了买游艇 父母们气得说不出话来 他们坐在一起讨论对凶手的处置 一是把凶手交给警察 让他接受法律的制裁 二是自己动手为自己的孩子报仇 最后举手表决同意自己替孩子报仇 父母们在屋外拍拍座 等待着金子的叫号 女人穿着羽衣将手中的刀刺向凶手 最后满身血迹地走出门 四个人看着眼前被五花大绑的凶手 举着刀毫不犹豫地冲了上去 甚至有的父母 拿着斧头就冲了进去 最后剩下一位老太太 神色冷静地看着她 最后用一把剪刀戳中致命之处 随后几人便开始清理现场 结束后还一起拍照 留着做共同犯罪的证据 等处理完一切后 大家围坐在桌子上等着金子把蛋糕端上来 父亲唱起了生日快乐歌 这天对于他们来说何尝不是新生呢 金子看着眼前的这一切 却一句话都没有说 金子对着镜子擦掉不适合自己的妆容 突然脚边滚来了一个玻璃球 他往旁边看去 发现是当年那个小男孩 蹲下去刚想说话 却看见男人站了起来 朝他笑了一下就离开了 当年那个小男孩也原谅金子 金子终于可以放下心结了 他带着蛋糕走在路上 抱住了朝他跑来的女儿 对点的时候 坐下来的胃球 大楼 预防 小胃球 很高码